一颗鸡蛋 两个家庭 四个国家 从清晨到日暮 鸡蛋在普通人家和烹饪大师手中 幻化出未借心灵的美食和美酒 山妮在北京 跟您说说鸡蛋十二时辰的故事 告诉你一个秘密 鸡蛋在中餐大厨的口中 有好多不一样的名字 我们蛋黄叫桂花 蛋吃呢叫芙蓉 全蛋叫木许 说到用蛋黄做的菜 那您一定要来尝尝 这道三不粘 这菜有一百九多年的历史了 最早是老师傅们为了 消耗厨房里用不完的蛋黄 发明的净菜 只送不卖 这道菜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 要经过十分钟 三百至四百下不停地翻炒 才能制作完成 不粘勺 不粘盘 不粘牙 四为三不粘 福龙鸡片是蛋清入菜的代表 要把鸡蓉和蛋清 充分融合后 把鸡片掉出来 掉完的鸡片 要过一下水 去掉浮油 再加入高汤烹饰 这样的口感特别爽满 还不油腻 就算是有没有 还不油腻 不粘盘 是有没有 大小蛋清 你 词 不能 我的朋友墨西哥主厨 马克 也贡献出了一道鸡蛋菜 他说 这是中式蛋炒饭的豪华升级版哦 这是什么意思的 是它不是只吃饭的 它是吃饭的 它让我吃饭的 我会吃饭的 那是我的方式会做的 我爱吃饭的 有蛋 你知道有蛋 因为有蛋在外面 有蛋在外面 有蛋在外面 我们认为这个食物 食物是食物 食物是你的心 你吃這個 我媽媽做的時代 我小時候 我從小時候 我們吃這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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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很深刻的 我們是誰我們是 就是這樣一顆顆普通的雞蛋 傳承著中餐大廚百年來的 傳統烹飪記憶 雞蛋們也漂洋過海 帶來了墨西哥大廚對家鄉 和對母親的愛 吃東西 吃東西 Bona Petito 吃東西 Bona Petito Aa Woo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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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